你削我剪 私人造车服务业者展开促销站 乘客会心动吗 德式师傅如何招架 璀璨夺目的灯饰 熙熙攘攘的人潮 乌节路到处都能感受到 浓浓的加紧气氛 不过提着大包小包的购物袋 却等不到德式 怎么办 我会选择Grab还是Uber 为什么的 快一点 我觉得安全感 我是比较喜欢Tick Tax 我就会用Grab 或者是Call Comfort 比较方便 比较多选择 比较容易拿到德式 Grab和Uber 是两个国人常用的 私人造车服务应用程序 Grab的服务 包括私人造车服务 Grab Car 共乘汽车服务 Grab Hitch和Grab Share 以及德式Grab Taxi Uber的服务 则包括私人造车服务 Uber X 以及共乘汽车服务 Uber Pool等等 Grab Car和Uber X 同样都是私人造车服务 Grab Hitch Grab Share和Uber Pool 都是共乘汽车服务 但是三者有差别 Grab Share和Uber Pool 可以在两名或以上的乘客 他们都是前往地点相近的地方 Grab Hitch则采用顺风车的概念 司机和乘客 前往的是同一个方向 过去几个月 Grab和Uber频频推出促销码 Promo Code 乘客只要在使用应用程序 电照车子时输入促销码 就能够享有优惠 例如在电照Grab Taxi时 输入促销码 No Book Fee 就能够免出三块半的预兆费 电照Uber X或Uber Pool时 如果输入促销码 Take 5 SG 就只需要在第一趟车程 支付全程的车费 接下来的五趟车程 就能够个别享有五块钱折扣 两家私人造车业者的竞争白热化 即Uber在五个月前 推出Uber Pool之后 Grab也在三天前 推出共乘汽车服务Grab Share 私人造车业者之间的促销站 公事猛烈 是否已经吸引公众的眼球 有些时候看到广告 还是看到人家分那些Flyer 所以会有用Grab的Promo Code 如果你download他们的App 他们就会Send Notification 跟你讲 现在他们有这个Promo等等 Grab跟Uber两边都有 有些是周末或者是没有一些Booking fee都有 五花八门的促销活动 最终的目的还是为了吸引更多人使用 扩大市场占有率 24岁的陈永胜是一名学生 平时都承搭公共交通工具 但是自从私人造车服务业者推出优惠之后 他就开始承搭私家车 尤其是价格比较低连的工程汽车服务Uberpool 我觉得我被那个出销活动被吸引住了 因为他们会给你折扣 好像你带两个Ride的时候 他们会这样 如果你带两个Ride 他们会给你五块的折扣 就是一种心态 你要一搭就是一直要搭 一直要搭一直要搭 永胜说电照德式需要支付预照费 繁忙时段还有附加费 相比之下 私人造车服务的车费由供需而定 而且不设预照费 非繁忙时段的价格可能还比德式便宜 这是吸引他使用Uber的主要原因 私人造车业者推出促销 受益的除了消费者 还有私人造车服务司机 65岁的郑锦诚 开Uber已经两年了 他说自从有了促销后 生意额确实增加了 但是他担心促销战结束后 顾客会减少 使用Grab的私家车司机 陈城堡则认为 促销活动结束后 私人造车服务 还是会有一定的顾客群 不过促销活动搞得炽热 就能够确保消费者成为忠实的用户吗 研究交通的李德宏博士告诉前线 这股趋势不见得会持久 由于业者他提供很强力的促销的一个手法 那么通常是利用这种直接的补贴 甚至车资的直接的减免 其实对于消费群体来讲的话 他可以得到直接的这种 这种金钱上的 财务上的一个好处 但是更关注的一个重点就是业者 他即便得到了很多的资金 直接贡献了他们来提供的这些 促销活动的这个力度 但是这整体的这个行为 不一定是可以持续的 他原本驾驶私家车 为什么转当得势司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